金琪律師大家都知道他是大麻律師 為什麼你要在台灣推行大麻合法化這件事情 你什麼時候開始 對大麻認識到這個職務的 那個大概是我24歲的時候 24歲 認識到這個職務 那時候抽到的時候 這是個好東西啊 為什麼是違法的呢 我還記得我還在念研究所 那時候 因為我是念 算是偏刑事政策 你要考慮的是這個東西 為什麼不可以 而不是說為什麼該合法 那時候你的人 你人在哪裡呢 我抽到是在泰國 在考山路 就是一堆莫名其妙的 那時候很窮 現在沒有比較有錢 就那時候 但是那時候是真的窮窮 窮有啦 所以考山路就會跟你 有遇到一堆跟你一樣很窮的人 的觀光客們 然後他們就在PASS 這是什麼 抽就對了 不要問 他就抽 很窮還可以這麼sharing 好棒喔 所以就是你有什麼 就大家就會要分啊 對啊 那是以前的Burning Man 真的 亞洲最早期的 這是一個精神啊 而且大麻就是 如果我們現在三個人 我點一支對不對 我抽兩口我一定要PASS 不然我就是個王八蛋 那對 這是一個 這是Unspoken rule 對 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Puff Puff You gotta pass 對 Puff Puff PASS 沒錯 那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好像跟我小時候看到的說 欸 我們小時候受到的反毒交易說 你今天抽大麻 明天就會海洛英 然後後天就會去殺人放火 對 搶劫 為了買毒這樣子 對 還有賣飲 對 基本上一定要嘛 沒錯 You gotta suck Dex 哈哈哈 for this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說 欸 這好像不是跟我想像中的東西 就是毒品完全是兩回事 因為我喝酒會起酒疹 那那個會得到相同的效果 但是我不會起酒疹 還沒有熱量 對 然後當時給我 你抽以後不會亂吃東西嗎 自以為熱量 對啊 想說近來沒有熱量 到最後吃超多炸雞 我沒吃過這麼好吃的炸雞 我沒有吃過那麼好吃的Pottey 就裡面是路邊30塊很髒 Handa Express都超好吃 還是有直線的 還是有直線的 然後那時候PASS給我的後來 他其實那一幫人是一群加州boys 有Berkeley的 有Stanford 然後我就想說 欸 這是怎樣 這是跟我們一般想的說毒蟲 就是 喔 什麼什麼什麼 喔 瞭解 就是完全突破了我的想像 然後還有一個 有一個現在在紐約當律師 就是 Berkeley Law 給我的大碼 我覺得是Berkeley這個town 本身也有一點問題啦 我必須說 畢竟他在奧克蘭旁邊嘛 對 我第一次碰到大麻 是我在國中的時候 可是我那時候在加拿大 我在加拿大 剛剛提過 然後在加拿大那時候 國中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海邊的beach party 嗯 然後我旁邊的朋友們 他們就是突然有人拿出東西在抽 然後說 這都是國中生 對 都是國中生 然後我就覺得 幹這超臭 這超臭 這沙小 這不是香菸的味道 然後我就問這是什麼 然後就說 我那時候的想法就跟你一樣 就說 幹不行 我寫我明天就要去suck dicks 不行 那時候我就pass掉 嗯 可是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真的很多 那時候跟我同齡的人 就是覺得說不會怎麼樣 反正是不會上癮 每個人都這樣跟我講 然後後來 我上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加拿大 還有加入同軍團 然後我同軍團團長的兒子 也是跟我同一個同軍團 然後我發現他常常在學校後面的樹林裡面 就下課以後 在那邊賣 就賣大麻 然後我就覺得說 What 同軍團團長的兒子 在樹林裡面賣大麻 然後everybody is cool with it 說這可能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因為那時候在加拿大 我在學校的時候 學校也是會教說 Don't do drugs 然後一直給我們看 就是因為溫哥華那邊 就是有一條街 那Eat side就是很糟 然後就很多人吸毒 然後就是 打海洛英 然後整個手都爛掉 然後牙齒掉光 然後他們就說 Don't do drugs 反正就在scare you 然後我就 Wow shit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都沒有碰 後來真的有事 是我長大以後 去上海 才有在那邊吃過 居然是在上海 你是跟賣串串的人買的嗎 哦不是 是別的朋友 也是那個 也是white boys 買回來 然後大家一起吃這樣子 那你有沒有覺得說 其實 有時候小孩子 其實跟喝酒一樣 任何東西都一樣 就是太小接觸 然後如果你比較不懂得 就是pace yourself的話 確實有可能就會出事 對對對 我覺得那時候 我們都是長大的才接觸 對對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可能也是跟我們 都有接觸到那個 Do this your subject 那個教育有關係 所以就是大家常會說 不應該下 你應該讓大家認識這些 就是毒品或腰 我覺得沒錯 可是是不是也因為亞洲人比較愛下 所以亞洲目前的 overdose的狀況 不是一般那種娛樂性好玩 大家懂分寸的 而是overdose的狀況 就是沒有美國嚴重 哦對 你覺得有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現在雖然按說 自由拍照希望大麻可以合法化 因為它沒有明顯的問題 可是問題是 如果今天大家所有都對 所有的毒品都覺得是 自由沒有問題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出現 比較極端的用戶就會變多 你覺得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關於這件事情 先回應一下說overdose 就是合法化不代表不處理 合法化表示我們應該是用 去刑化 就是不用刑罰去處理它 而是說好 那如果你今天認為成癮它是一個問題的話 那它應該是公共衛生議題 它應該是歸 衛福部管 就像酒精會上癮一樣 對 那就是說 今天大家都知道說 誒 我吧 說我在用什麼藥 然後拿出來講 你不會被處罰的時候 反而你去求 比較敢去求助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重要的事情 那再講說 不是說要開放所有的藥物 而是說 所有藥物它的適用 是不是應該要處罪化 就是我們可以用走醫療管道去處理 如果有人有 娛樂用就處罰 娛樂 其實台灣有蠻多人用 用死掉的 你說用大麻嗎 還是其他 大麻不會死掉 大麻不會OD死掉 對其他的東西 嗯 那像之前比較有名的 就是W Hotel 小萌命案 嗯 他們就是 混合了好幾種的 合成毒品 那他 就OD就死掉了 嗯 那還有一些在 有一種叫 居水 不知道 好反正是 有人 酒店還是 某一些型態的夜店會出現 那他不是讓你去 喝完去跳舞的 那是喝完讓你去打泡的 你說什麼液態春藥啊 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但是他的那個 有效劑量跟 致死量太近了 而且那個配酒就會死 讓你的呼吸中樞 就是壞掉 然後就死了 可是在夜店 大家就是喝酒啊 所以就很可怕啊 我們就看過啊 就救護車就來 然後他那時候還 就是裝死 就說他的朋友們 還說沒有沒有 他只是喝醉 喝醉啦 所以就大家也搞不清楚 就對了 對 而且他們去 就醫的時候不敢講 那會浪費很多時間 去一樣樣測 所以如果我們 濕用處罪的話 那至少讓這些濕用者 在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可以去大方的講出來 然後得到正確的協助 那另外就是藥物濫用這件事情 通常它是一個 你人生遇到困難的一個結果 一個表徵 你生活要多fucked up 你才會去 abuse 醃酒 譬如說酒精好了 然後或者是特定的 精神活性物質 當我們發現他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用國家的力量 去把它撈出來 給他說 你需要什麼協助呢 比如說我今天把你丟進樂界所 那他出來只會變成一個藥頭而已 樂界所就是一個 那個毒品喔 販賣產業的新創下屬期 就大家都進去裡面就是交流 怎麼種跟怎麼進東西 告訴你怎麼進 怎麼賣 怎麼樣出貨 比較不會被抓 然後上拿找貨員 身邊有 這不就是一個創業加速器 好像蠻不錯的 那怎麼行銷 怎麼真的會交呢 怎麼行銷 那美國蠻多城市 還有到現在泰國嘛 幾乎都算是合法化了 那到底有沒有出現什麼 治安問題或社會問題 這個東西其實在講 大麻合法化之後 或大麻除罪之後 對暴力犯罪的影響 事實上是有犯罪學有做研究 那當時就華盛頓州跟芝加哥 那兩個人 那兩個地方有做統計 就發現暴力犯罪的 數據是下降的 然後其他的犯罪 並沒有顯出的先告 就是差不多這樣子 那當然說毒品犯罪下降 是因為他除罪了他不算 他除罪了他不算這樣子 那發現說其實 大麻合法餘縫 跟增加犯罪率之間沒有關係 OK 對 所以倒是不用擔心 那當然 這個會不會衍生出其他的問題 有啊 就是他們有做統計 就其實沒有這樣子 OK 什麼金錢就是搶劫啦 這種也沒有 就負面的影響 其實並沒有增加 對 並沒有增加 那可是很多說 大麻合法以後 每個州的稅收會正面上升 然後稅收上升之後 會回饋到人民身上 這件事情其實是有 就去處理 剛剛講的衛生健康議題 是真的有發生 這樣的正面影響嗎 要啊 他們當時要 所以合法的麻很貴 所以你被抽了很多層稅 那這個稅金 他會到地方的消防隊啦 或者是學校啦 或是剛剛講長照 這些 這是他們寫在他們的規則裡面的 所以確實是存在的